其实我们昨天大概也谈了一点 就是到此刻为止 美国这个三艘航母齐聚在亚太 今天我们看到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 当然大陆有个军事专家宋忠平说 当然这就是美国重心不在中东嘛 中东一艘 亚太现在好像没事啊 为什么来了三艘 为什么 三艘也可能中间有一艘将来会要换班的 但目前是三艘 因为现在东北亚的形势蛮紧张的 但这个布局也很罕见 这种布局很少 这是美国要花很大的力气 因为它十一艘航母 它有三分之一要在船务里面休息 就叫东眠一样 它要维修补保放假训练很多 那还有三分之一是在训练途中 还有三分之一要在海外有问题的地方部署 它很显然的把在训练接班的航母 已经全部调出来 因为你中东有大西洋有 这个南海这边有 这个东北亚要有 那三艘的话已经是它用了很大的力气 那说不定将来可能有一艘要回去的 因为它的航母不可能在外面超过六个月以上的浮育 官兵也受不了 这个船本身也受不了 要维修要补保 所以但是这个三艘里面就代表什么呢 南海跟这个东北亚的这个问题很严重 因为北韩不但在试导弹试核弹 还在发展核子鱼雷 这个东西威胁就很大了 日本所有面向韩国的这些港口都可能瞬间被消灭 港口 所以中东是可控的 但是北韩这边反而不可控 对 北韩因为金正恩这个人不是常常做一些处理意料之外的事 而且他是绝对的独裁 他国内没有制衡他的力量 他今天要打他就可以打 而且手段很多 他的炮兵就可以直接让你南韩首都受不了 都在他炮兵射程之内 还有我以前去过那个百门店 我还参观过 北韩挖了很多条地道 所以这个南韩的形势比台海的形势还要严重 再加上日本有时候在挑衅俄罗斯跟中国在联合 在日本各个港口里面游来游去 日本是非常感觉到很大的威胁 所以东北亚 南韩都会 这个南太平洋都有问题 菲律宾也在闹 老师 杨军这样解释大家就懂了 因为这个部署三艘航母都在亚太 这个部署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所以显示这个情势的紧张 可能更胜于中东 好 另外我请教一下这个 请杨老师来讲一下 印度 大家知道印度市场很大 大家都想赚印度的钱 印度人口也很多 但真的有点难赚 对不对 这里坑很多 之前小米才在这里摔了一跤 美国微软也是 那最近有个一百亿美元 金额也很大 生意告知是什么 Sony Sony以前是神一般的存在 对不对 1月22号 Sony决定 这个案子其实谈了两年 现在Sony要忍痛放弃 跟印度这家公司的一百亿美元的合并计划 那当然为什么呢 你看世界银行也发布了一份 这个在过去发布了2020的全球银商报告 印度是什么 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 连日本这么会做生意的 像Sony这种神一般的存在的 两年之后也不得不放弃 现在还不知道之前投的钱拿不拿得回来 我觉得我们亚洲的国家 过去主要还是跟欧美打交道 就是我们的外贸 我们的出口 以这个为对象 那投资也很多台商过去也在大陆投资 也在美国投资什么都有 就是说有一些地方制度是很完整的 而且很容易懂 特别像我们讲说美国 像川普这种概念的 就是他最讨厌管制 所以他要解除管制的 印度是一个管制最多的国家 所以你进去 你要是搞不清楚 印度人的英文很好 他那个法规解释的能力很强的 所以不是一般 比如说我们讲说 美国人去觉得说可以占上风 没有 而且印度人数学也很好 数学很好 但是我觉得他的英文也很好 印度的在美国很多在大企业里头做 所以他最懂这些东西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做生意 虽然大家都看到印度有一些 好像就是人口的红利也好 或者是说印度人的语言能力 应该照理来讲 更适合去投资 比中国应该要更适合 对欧美国家来讲 可是事实上绝对不是如此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去看 譬如包括越南 包括大陆 为什么那么好投资 因为整个的劳工的纪律 是在那里的 而且这个政府会帮着你 来对抗这个工会的 那可是像印度这种国家 就很难讲了 所以我觉得说 很多人都很希望能够到印度 就是把我们包括台湾 我们的南向政策 包括印度要转移 结果后来就发现我们的企业 第一个就是到印度 觉得卫生习惯不太一样 饮食习惯不一样 然后最糟糕 他们讲的英文 我们也听不太懂 虽然我们听得懂 可能美国的英文 澳洲 加拿大的英文 加拿大英文最容易懂了 但是印度的英文 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吃力 然后我还必须要提一个 印度的班机 常常都是半夜到 我觉得你那个时间 就是很奇怪的 半夜三点通道 那你到底要怎么 去住旅馆 他还要算你一天的钱 对 他这个合作很特别 因为他是跟这个 印度传媒公司 这家在印度也很大 那他本来是希望 借由这个Sony 日本的一些 这个软实力等等 帮他成为这个印度的 这个媒体拒搏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理想很宏大 寄予希望厚望 谈了两年到现在谈崩了 而且是日本主动放弃 我觉得你去跟他们打交道 就真的是 是比较辛苦一点 我想我没有借大使 什么批判的那么凶 但是我至少我也有 这个亲戚跟印度人联婚的 联姻的 所以我都知道 就有一些 确实他们是在做生意上面 我们常常看他们都是高科技 可是你现在去看美国 那些大企业 一堆印度人在当CEO 所以你看 不只是谈崩这么简单 现在双方互要分手费 开始打官司 不是因为你投资了太多 你想要进去的时候 你花了那么多钱 去做评估去投资 到最后结果发现 原来不是那么回事 很有可能 就是常常会发现 就是当它要吸引你 做投资的时候 它那个推出来的 那个吸引的东西 到最后其实 跟实际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你现在在跟印度 要九千万美元的分手费 大家觉得拿得到吗 好来我让寒冰最后一题 来谈一下 这个SML 那个十二月 这个中国大陆 从这个SML 这个买了一大堆的光刻设备 因为今年一月一号开始 就全部有两个型号被停掉了 在去年的最后一个月 成长多少百分之一千 就是成长了一百倍 那在十一月的时候 大陆也买了十一台的光刻设备 其中十六台就是来自SML 然后SML在一月二号声明 已经遵照这个 这个美国给荷兰政府的指示 所以他其中 他有两个型号的许可证 已经被撤销了 当时我们曾经讨论过 那就因为这个讯息很早公布 所以我们看到十一月十二月份 狂买 所以中国现在光刻计应该不缺了吧 其实还是缺 还是缺 对因为他们现在就是 赶在近年之间 能够买多少就买多少 囤货的概念 对那对SML也是一样 因为我在买它就没得卖 所以我也要赶在这个期限之间 我拼命卖 所以双方都在赶这个期限 但是现在已经 已经近年已经开始了 所以接下来就比较难卖 那对ASML来讲 它就损失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因为你除了中国之外 你要找一个能够替代中国的这个客户 ASML是不太可能会找得到 那可是问题是 ASML那边一直很紧张 包括英国现在有很多反省的声音就是 你们这样做之后 对短期之内一定会造成中国大陆对 这个光刻机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然后它的晶片的进程可能会迟缓 可是中国大陆自己其实一直在研发DUV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等于强迫中国大陆把投资在 把大量的投资放在DUV上面 等于强迫中国大陆进化它的DUV制成 那一旦它在这两三年之内做出来之后 请问你怎么办 因为ASML本来预估就是大概在三五年之内 中国大陆就有机会做出这种程度的DUV机 所以他们才一直在告诉美国说 你就不要进 让我再卖个三五年 本来的意思是这样 结果美国就是硬要进 那现在等于就是 你把整个中国大陆的DUV制成提前三五年 让它硬逼着它飞去做这件事不可 那就变成 ASML赚不到钱 可是问题是 中国大陆还是一样会拥有这些技术 但我就很好奇 因为人的脑袋很聪明 删不转路转 之前美国禁令出来之后 后来几个月后才发现还是照买照卖 什么阉割版 阳春版 或是美其名曰 青春版 你知道 各式各样的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骗不了人家的 因为很简单 他们之前也是叫挥达 你就卖降级版的晶片给大陆 那结果卖去大陆之后 那个H20 结果大家一看说 那要买这个 那算了 我用我自己的就好 大陆还不要了 那问题是 这样子变成什么 回答 你看 华人轩现在又跑到大陆去 对 因为他很紧张 像纽阳哥 你要知道 大陆占它百分之二十几的市场 你如果中国大陆都不买它的晶片的话 一瞬之间损失百分之二十几的市场 那对一个公司来讲 是非常难以承受的东西 ASML也是 中国相比很大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黄人轩大人就是去中国大陆讨论说 我是不是还能有其他的办法 我是不是再能够跟美国协商一下 然后提供给你效能更高一点点的 然后让你还是要跟我买 会不会有中国厂商买 还是会有 可是 所以这些大老板 不管黄人轩或ASML 真的都非常的辛苦 因为政治压在头上 有时候也不能不低头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